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神舟16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30号 9时31分发射 井海鹏、朱阳柱、贵海潮三名航天员 将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其中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为江苏配线人 此消息经媒体发布后 朱阳柱的父母及家乡亲邻老师纷纷送上祝福 5月29号 在航天员朱阳柱的家乡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大屯街道、朱大庄社区 航天员朱阳柱的父母 正在家中观看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电视直播 朱阳柱的父亲说 朱阳柱是家中的长子 他从小刻苦学习 向往蓝天 希望成为一名飞行员 他从小都有一个航天梦 这十几年的幸福 我感觉非常骄傲 小时候是学习 来转远 拿个梯呢 他转了个梯 让他放营 我们会把家去料理过来 不要担心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都好 得知朱阳柱即将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亲戚朋友和母校老师也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跟他带一个笼 也感到荣幸 又老实又可靠的孩子 最后就有出息 长大孩子又出息 当时他可以说他是 学习一个是批学兼语的学生 他做事还非常沉稳 还有足见 有这样一个学生 感到骄傲 恭喜他 收贺他 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开旋轨 祖阳柱同学在校期间 能烟雨捋迹 能够热心帮助同学 容易探索 在校期间 就有这样一种航天梦 希望祖阳柱能够在节在地 同时祝愿我们航空航天事业 整整日上蓬勃发展 作为祖阳柱的数学老师 我特别自豪 也特别感动 祖阳柱是家乡的骄傲 是母校的自豪 是国家的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